大家好,我是柯柯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也非常期待的主題 那就是眼影試射大會 今天總共有25款 8個品牌的眼影 初曉得大家挑眼影有什麼樣的喜好呢? 像柯柯自己就比較不喜歡買眼影盤 我喜歡就是自己配色 所以我幾乎買的都是一顆一顆 像這種盒裝的 而且我還蠻容易飛粉 所以我都會喜歡選高狀 然後又顯色的 加上你們看我的彩妝是不是其實都比較偏韓系 所以你們跟我一樣是喜歡比較韓系表現的彩妝的話 你就可以繼續看下去囉 那第一個品牌 我們先來介紹台灣買人到的品牌吧 這個品牌是Misha跟Lana的聯名款 那我買了一個單色眼影 這個眼影顏色很漂亮 看起來像是橘色跟金光閃閃的顏色結合 那擦起來非常喜氣 很適合在節慶時期耶 出動 它其實顏色說不算的具體是什麼顏色 但我覺得是有點珠紅 然後加上很細緻很細緻的金粉 所以看起來非常閃亮 我覺得很適合拿來做重點打亮 或是用圓刷 然後把它拿來做整個打底 它也是很美 那再來同樣的牌子 那它有出眼影蜜 先介紹金色的顏色 我覺得它眼影蜜做的有點狗 但是它當然是可以拍開 算好拍開 但是我不是很喜歡 就是它的顏色當中有非常多細緻的 其除了金粉以外的散粉 但是其實如果你只是拿來做下眼瞼的這邊的打亮 或是眼頭打亮 其實也是ok的 但拍開的程度 我覺得當然是沒有眼影那麼好拍開啦 粉色這一罐喔 遠看兩個就是眼影蜜的顏色好像有點相似 但其實是粉色這個比較顯色一點 我覺得如果硬要選的話 當然是金色的眼影蜜是最實用的 剛剛的Mishah成員的Layna 它是比較屬於閃亮亮的品牌 我覺得它比較適合大概19-20歲年紀的女孩子 那我覺得Etude House的話 就是只要是喜歡韓系彩妝的女孩 一定都知道 他們的眼影就是真的非常顯色又好用 尤其他們的單顆眼影 再來我要來試色這三個顏色 都是橘色的啦 我知道男生一定都分不出來 不過女生一定都分得出來 到底有什麼不同 第一個顏色呢 我覺得它是比較粉嫩當中 帶點霧面 然後又有點螢光 這個顏色非常實用 就算底下是那種閃亮的打底 它也可以壓得過 不要看它是霧面的 它氣勢很強 雖然這顆的眼影好像跟剛剛Layna那一塊很像 但其實完全不一樣 它其實是比較芝心一點的顏色 它的金色非常非常非常細緻 所以它看起來就是很有質感 他們家的粉就是真的很不肥粉又很顯色 尤其如果你在G Market買的話 不是在台灣買的話又更便宜 這個雖然也是橘色帶點金粉 但是顏色相對來感覺比較髒狂一點 我覺得比較適合就是氣勢萬分 就是女王的方式出門 就是選她就對了 再來是來自紀州島的Innisfree 我覺得他們這樣的眼影就是 都是強調礦物 然後都有一種很溫柔 然後像紀州島的風一樣 讓人覺得很舒服舒服的 想要去那裡度假的感覺 那我選的顏色也都比較溫柔一點 雖然感覺好像跟Edude House 剛剛那一顆粉色有點像 可是橘色沒有那麼淺 然後它是真的很淡淡的粉紅色 非常適合拿來做打底 這個顏色我真的超常用 金光中帶著棕色色 我覺得很實用 拿來做就是眼尾的打底 或是加深霜眼皮的折痕 它都是很好用的 第三個顏色偏就是淡咖啡色的金光 還蠻適合拿來眼窩的中央打亮 然後你就會覺得 喔閃電令的 然後就是 我爽 吃雄之魚就說我爽 那再來要介紹的牌子 都是在國外買的 聽說即將要進入台灣的WuShot 因為它是YG集團底下的彩妝 之前帶來的人就是YG還有Blackpink 就是他們的彩妝真的很好用 我之前有介紹過他們的氣墊粉餅 非常抗油 大家可以看這邊 點去另外一個我之前介紹的影片 我覺得它最特別是做果凍形狀的 然後我都很捨不得用 它是非常高樁 所以它非常的顯色 我覺得他們家彩妝最 眼影最酷的地方就是 帶有金屬感 非常細緻 然後我之前在韓國大秋 整天都是四十幾度的溫度 然後他們眼影都不會脫妝 高中的眼影感覺就是 要趕快用完 不然它會變乾掉 這兩個顏色我覺得很美 然後不論是打亮 或者是整個塗滿眼窩 我都覺得很滿意 如果荷包夠的話 當然是可以全部入手 再來是Tolymoly的 他們家的眼影 也是既便宜又好用 就是一顆眼影 兩百塊不到 我很節制的只有買一個 因為覺得我好像相似的眼影 真的是買太多 但是它又跟前面兩個 就是粉色系的 又有點不一樣 它是比較偏紅橘色 這個顏色也是 就是覺得美才會買它嘛 這幾個顏色 其實現在 如果你去韓國的話 已經找不到 我不曉得像介紹大家 看得到買不到是不是好了 但是我還是要介紹一下 我覺得他們家的東西 算是還滿顯色的 雖然雙雙會飛粉 但是我覺得CP值算很OK 畢竟一顆才七十塊 你要求它什麼呢 那這個顏色 它雖然也是霧面的粉色系 可是它的亮粉是白色 而且很細緻 這個比較有一點粉紫粉紫的 所以這個顏色呢 是紫粉紅色中帶的一些金粉 但它金粉是微亮的 沒有說超多 所以這顏色我很常用 再來這個顏色呢 我只用過一次 當初單純是想說 啊這麼便宜 就買一些平常的燒買的顏色 來挑戰看看吧 它是比較霧面的粉紫 真的是 用起來不會到髒啦 但是我覺得它很需要注意 妝容的搭配 不然的話很容易變得 就是眼影感覺髒髒的 然後再來這個顏色呢 就是有點 藍紫色當中帶著白色的亮片 它不像就是一般 就是電藍色的那麼飽和 所以我覺得使用上可能 比較偏向於搭配 例如說眼尾加強一點點藍色的 所以使用度雖然不算高 覺得很便宜的就買了啦 再來金色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它薄薄的一層 就很顯色 這個顏色非常的閃亮 雖然用到次數 我對於它不太飛粉 然後就是又很顯色的程度 我覺得還蠻滿 再來要介紹的Cara Pop 如果是很常觀著 歐買YouTuber的人 一定會知道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其實有直送台灣 然後偶爾也會特價 所以買起來的話其實還蠻划算的 這個顏色看起來很深對不對 但我今天打底就是用這個 讓眼睛感覺比較深邃 我還蠻常用這個打底 這個顏色我也超級常用 相較於剛剛前面的紅色來講 它是比較深紅一點點 但它的金色亮粉部分 它又是非常細緻的 還蠻有漸層版的 我覺得這也是蠻值得入手的 我每次都很捨不得用 我覺得它看起來超級美的 看起來非常難有彩質 它那種細緻柔綿的狀況 好像是要跟肌膚融為一體 我覺得還蠻神奇 它的白色就是也不過到 你的眼皮變得好像一整坨很白 很自然的打亮好了 但我覺得太大顆了 如果可以的話 我希望它給出小一點size 老實說我覺得跟上一個顏色 是有點相似 但是它這個比較有點香檳感 所以我覺得就看每個人喜歡什麼樣的 我個人是覺得 如果要選一個的話我就會選這個 因為這個比較小罐妝 我自己也很常用到 拿來做打底或打亮都是很實用 但是不小心被我摔破 這個顏色我當時也猶豫很久 顏色算是裡面除了白色的亮粉之外 還有藍色或是粉色橘色的一些其他亮粉在裡面 可是它的亮粉因為很細緻 所以整體質感看起來是很好的 因為也是雙狀的 所以顯色度非常高 而且它一直破掉到上去 再來是我在香港買的Kickto 雖然Kickto是歐美的牌子 可是它在香港有兩個粉店 然後我是我的粉絲介紹 跟我講說我可以去逛逛看 當季定價通常都是五、六百 甚至到一千左右 可是它因為太常有特價了 甚至特價的品牌比它的當季還要多 他們家的粉真的都蠻細緻的 而且就是顯色度也很高 我還蠻喜歡的 一次試多一點顏色 大家可以一次看比較多顏色 它的眼影盤試色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覺得它的眼影盤 對我來說還蠻實用的 而且我自己也比較少就是 中紅色的眼影色 我覺得這相較來講是比較 就是成熟婉約的風格 雖然這盒是特價的時候買 像這個中紅色 這還蠻有專櫃質地的質感 因為它很細緻 色度也蠻夠 也不太飛粉 再來是迷你烘焙眼影 小小一格的這種 買起來真的蠻沒有負擔 但它價格也蠻沒有負擔 最近這兩天才開始用它 我好喜歡它這個咖啡色 這咖啡色真的超級美的 它很深邃 還蠻適合煙燻妝或混血兒的妝容的話 這個咖啡色你就是一定要入手 當然是讓我猶豫很久要不要買的 Kiko當季的新鮮 你們看到那裡就知道 就是它真的非常美 它是波浪狀 很像龍布的材質 超級超級美 現場桂哥有幫我補了一下我的眼妝 就是它的閃粉跟亮粉 真的是很奢華 我弄給你們看 然後我選了一個我平常比較少買的顏色 它有點像是很深的紅酒葡萄色 可是我對這種顏色很細緻金屬的顏色很沒有辦法頂抗 沒有我覺得 光看著就是一種享受 呵呵呵 那我不曉得大家會不會覺得 就是剛介紹完這麼多 就是還是不知道會選哪一個 或者會好奇就是 各個心中覺得哪一個最好 那我先講橘金色的眼影好了 因為我原本想說 我會不會買到重複顏色 結果事實證明我剛剛一次把它撕在手上 我沒有買重複的顏色 我好厲害喔 你看我依照順序我給大家看 然後我試色跟剛剛一樣的順序 這五款我覺得每一個都還蠻好用的 但是如果真的要只能只能選一個的話 我會選Colourpop 粉質的細緻度跟它的金粉調和程度 然後還有實用度我覺得是最棒的 我覺得最推薦是這個眼色 如果走進品牌 你不用擔心就是還要上網查 到底有什麼好用的 我會推薦你這兩個牌子 MOOSHOT KIKO 我覺得這兩個牌子他們的所有彩妝品 都非常有水準 但相較來講 它是我今天介紹的八個品牌當中 價位相對來講比較高 當季的眼影的話都落在六七百 MOOSHOT KIKO 它是幾乎是沒有特價 KIKO你還可以找到一些特價的產品 可能就是一兩百塊就可以買到他們的東西 所以呢 我覺得如果你想要找就是質地很好 有金屬感 然後非常有辨識度的話 你可以買這兩個牌子 那今天介紹的25款眼影試色 你們是不是覺得看得很過癮呢 這就是柯柯這一年來手邊所有的眼影了 那你們有沒有覺得哪一款你們特別喜歡呢 如果有喜歡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或者是你們有覺得哪些眼影也很不錯 CP值很高也歡迎推薦給我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 或者是幫我分享出去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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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